女人在浴室里洗澡 而浴室里有房东偷偷装的监控 女人洗澡的画面都被拍了下来 趁女人和男友不在家的时候 她还会偷偷进入房子 拿着女人的牙刷给自己用 等女人从外面回来 拿牙刷刷牙的时候 就感觉口感不对劲 仔细一闻牙刷非常臭 女人和男友吐槽牙刷忽然变得很臭 男友认为是她怀孕嗅觉出了问题 女人感觉有道理 就没把这个臭味和房东的臭联系起来 女人名叫阿珍 她和男友禽兽来租房的时候 就闻到房东猥琐很臭 好在这个房子里没有味道 还非常干净整洁 两人就租了下来 殊不知 这猥琐是个变态 房子里装的到处都是摄像头 小情侣的生活细节 老头都能看见 这天禽兽趁阿珍回娘家的时候 把秘书阿莲叫到了家里 猥琐看到后一下激动起来 没想到还有大瓜吃 这阿莲和禽兽果然不只是工作关系 阿莲问禽兽什么时候向阿珍摊牌 禽兽没有回答 把他扔进水里岔开了话题 猥琐看着这对雌雄太敌 心里涌起一个罪恶的计划 趁家里没人的时候 猥琐上门开始改造地下室 禽兽本来养了一条狗 也被他用汉堡收买了 每次狗见他来都不叫 他在地下室门上贴了隔音棉 然后把一个录音机放到地下室 录音机放着很大声的音乐 从地下室出来关上门 他仔细听了听 一点音乐都听不见 这天房子里的马桶堵了 阿珍让男友过来修 看监控的猥琐紧张起来 因为马桶里也有摄像头 好在禽兽没有啥耐心 他只看了两眼 就让阿珍打电话通知房东 接着猥琐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阿珍想让他过去修马桶 猥琐和他约定明天中午过去 第二天 房东如约来到房子 狗见了猥琐开心的摇尾巴 阿珍觉得特别神奇 这狗平时见我都不摇尾巴啊 来到卫生间 猥琐说 修马桶太臭 把阿珍给赶了出去 阿珍如果在的话 他根本没法修 因为马桶容易堵 就是摄像头造成的 猥琐干脆把马桶里的摄像头 拆了下来 临走的时候 他问阿珍怀的男孩女孩 阿珍说 自己没有查过 想来个惊喜 猥琐直接伸手 就摸阿珍的肚子 阿珍特别不自在 这个邋遢的老头 总是让他很不舒服 猥琐自顾自地说了声是女孩 阿珍强颜欢笑 把他送了出去 晚上阿强下班 两人正讨论做什么饭 阿强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赶紧挂掉 阿珍问他怎么不接 他回答说是推销 阿珍说 这几天也老接到骚扰电话 接通后 没有人说话很奇怪 阿强听后说 出去打电话给运营商投诉 出了房子 他就拨通了秘书阿连的电话 一问就明白了 骚扰电话果然是阿连打的 因为秦寿这几天一直在回避他 现在他要上门找阿珍坦白 秦寿一听就慌了 赶紧跑回房子 说今晚不做饭了 请阿珍吃大餐 拉着阿珍就离开了家 不一会儿 秘书就杀到了 看家里没人 他拿出钥匙 自己开了门 在屋里等了好一会儿 不见秦寿回来 就打电话给秦寿留言 说秦寿不来 他就一直不走 这一切都被猥琐在监控看到了 他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 赶紧开车来到了房子跟前 阿莲听到车响以为秦寿回来了 但等了半天 不听有人进来 他疑惑地向门口走去 来到客厅却发现 大门已经打开了 但没看见人 阿莲就这样被房东绑了起来 不一会儿 房子外来了另一辆车 下来的人是秦寿的朋友阿正 秦寿想让他来赶走阿莲 阿正在房里转了一圈 也没看见阿莲 他打电话给秦寿 说阿莲已经走了 听到这句话 看监控的猥琐 也松了一口气 没人发现异常 这样他就没有嫌疑了 第二天秦寿发现 阿莲没去上班 开心地以为阿莲离开了他 他还假惺惺地和阿真吐槽 说秘书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一声不吭就离职不干了 等秦寿和阿真不在家的时候 猥琐上门来到地下室 他把阿莲锁在了这里 地下室本来没装监控 猥琐这次来 也装上了摄像头 看阿莲一直拼命呼救 他也跟着大喊起来 以此来证明 这里根本没人听见 阿莲见状 果然安静了下来 猥琐每次 会给阿莲带汉堡 他自己 也会吃一个 吃完就在这里发泄授欲 几天后 阿正的媳妇来找阿真 阿正把秦寿和秘书的事 给媳妇说了 同为女人她 心疼怀孕的阿真 就过来 把这事说给了阿真 秦寿下班回到家 看见自己的衣服 在外面扔着 他心里就知道 大事不妙 果然 阿真正在卧室里哭泣 他和阿莲的事 阿真全知道了 秦寿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阿真要分手 把他赶了出去 秦寿心里 估计也是不爽 生气地扔下衣服 就离开了房子 猥琐在监控上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晚上阿真洗澡 准备休息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地下室的阿莲想逃走 阿莲正在疯狂地拽铁链 固定链的锁扣 已经松动 秦寿站起来 赶紧朝这边赶 阿真在洗澡 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猥琐悄悄地走进了房子 等阿莲刚扯开木头上的铁扣 猥琐正好也冲到了地下室 没等阿莲跑一步 他把铁扣又钉了回去 等猥琐拴好阿莲准备走的时候 阿真也正好洗完澡 猥琐的关门声惊动了阿真 阿真听到声音 以为是禽兽又来了 他裹上浴巾出来查看 但房子里转了一圈 也没看见人 他就以为是 自己听错了 而猥琐偷偷地跑回了家 他调取监控回放 阿真只是转了一圈 没打报警电话 他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刚差点就被抓到 第二天 阿真看见禽兽的衣服 在外面扔着 他弯腰捡衣服的时候 不经意地抬头看 忽然发现 门口上方有个摄像头 这边猥琐看见 暴露了也紧张起来 看阿真拿着包匆匆出了门 猥琐也赶紧跑了过去 阿真是找禽兽去了 他想让禽兽看看 是不是摄像头 但摄像头已经被猥琐拆走了 只留下一个黑洞 禽兽安慰他说 那可能是安防用的 阿真不敢自己在家睡了 就勉强同意禽兽留下来 不过禽兽要去客厅睡沙发 半夜大家都睡下后 地下室的阿莲 还在想办法逃走 他用一个汉堡的袋子 挡住摄像头 只带摩擦麦克风的噪音 惊醒了猥琐 猥琐迷里乎乎地坐起来 看见摄像头被挡住后 他就知道 阿莲又想逃跑 猥琐穿上衣服 赶紧往这边跑 不一会儿 正在睡觉的禽兽 被狗叫声惊醒 他怕打扰阿真睡觉 赶紧把狗放到了院子里 狗出来闻着胃 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 此时猥琐已经偷偷潜了进来 可惜禽兽没有察觉 他把狗重新叫回房子 灯光下他发现 狗嘴里好像有东西 扒开一看 好像是人吃的汉堡 这时候 房子里忽然响起了 砸门的声音 卧室里的阿真 也被惊醒了 禽兽寻着声音走过来 发现居然是地下室的门在响 房东说地下室是坏的 所以他一直没看过地下室 阿真想出来看 被他拦住了 他以为是有坏人藏在地下室 但厅里面的人一直喊救命 还说自己是阿莲 禽兽这才听出 确实是阿莲 他赶紧找来一把刀 撬开了地下室的门 阿莲哭着跑了出来 并喊着说是猥琐 把他锁在下面的 禽兽听完 赶紧让他们躲到浴室去 听见什么声音 都不要开门出来 两人躲到浴室后 阿真打电话报警 但浴室里没有手机信号 禽兽看见房东的车在外面 他才知道房东已经来了 猥琐很熟悉房子的配置 在外面就给房子停了电 禽兽赶紧去找手电筒 拿着手电筒 开始寻找猥琐 而猥琐就潜伏在黑暗里 禽兽转到后面 发现后门开着 他赶紧去锁后门 就这样 禽兽领了盒饭 浴室里的两人发现 窗户可以打开 但窗口非常小 阿真怀孕了爬不出去 他就把手机塞给阿连 让阿连出去后赶紧报警 阿连跑到院子里 拿着手机开始报警 此时猥琐听见声音 也跑到了院子 还没等阿连打出去电话 猥琐扑过来就抓住了他 扭打中手机掉到了泳池里 接着猥琐把阿连也扔进了泳池 摁着阿连的头埋在水里 就这样 阿连也隐恨西北 躲在浴室的阿真 自然无法信用 猥琐很轻松就撞开了门 怀孕的阿真也被抓住了 他只惨叫了几声 就没了动静 四个月后 警察上门查看 是谁报警叫来了警察呢 是猥琐主动报的警 没想到吧 他恶人先告状说 租客逃跑了 没交房租 警察仔细查看了房子 连那间地下室也看了 猥琐早就抹掉了一切痕迹 警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 就做了笔录说 找到人在联系猥琐 送走警察后 禽兽拿着汉堡 来到自己的住处 他打开一扇锁着的门 门里马上传来 女人的呼救声 原来 他把阿真囚禁在了 自己的房子里 给阿真送过食物 他回到了车上 那阿真肚里的孩子 怎么样了呢 快点 快点 去吧 ten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